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别赖昂 欢迎来到媒体阵线 这两天啊 这个传统反华媒体啊 德国之声 有这么一篇文章呢 这个很直白 透露了这个西方这个反华这个集团的 真实想法 这个真实想法呢 我相信各位啊 也并不陌生 也并不陌生 这是什么想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让中国受穷才能确保西方安稳 那么德媒指出 中国对富裕的追求 使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感受到安全威胁 该媒体认为 白宫已经承认 西方国家的安全建立在中国经济落后的基础上 而这种想法在道义上是否行得通 则引发质疑 也就是说 西方的安全建立在中国经济落后的基础上 只有中国经济落后 中国永远的穷 中国人永远的像他们爱看的那些电影当中描述的那样 低端落后 贫穷 笨拙出臂 这样 他们才会什么 心里面才会高兴 而且 那样的话 他们想怎么搞 就怎么搞 男的 给他们当苦力 女的 给他们当这个 发泄的工具 泄欲的工具 甚至 有些变态 把一些男 中国的男的 也当做什么 他们泄欲的工具 那么这样的 中国呢 是符合他们的 中国人 成为他们嘲讽 取笑的这个对象 那么什么 他们就心里面 非常高兴了 我们来看 德国之声媒体 9月13日指出 有德国媒体认为 让中国受穷 才能确保西方的安稳 报道指 德国焦点杂志 以美国的恐惧 中国对富裕的追求 将创造一个 新世界为题 引发评论指出 中国对富裕的追求 正在引发 美国失去 霸主地位的恐惧 这两种情绪交杂 将奠近 进入很长一段时间的 世界格局 中国的相对贫困 难道真的是 21世纪西方安全架构 的前提条件 白宫就是这样认为的 假如这个问题的 答案为是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西方是否可以 是否能够持久地 拒绝普通中国人 享有西方民众 应享有的生活水准 文章还引述 澳大利亚前总理 近期的表态 中国问题在于 这个巨大的国家 具备了在经济上 超越美国的潜力 在美国胜利 论者眼中 仅这一点就已经是 不可牢处的罪行了 文章记录 1980年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大约只是美国的 十分之一 谁是厨子 谁是帮工 可谓一目了难 到2020年 中国已经达到了 美国的70%水平 紧张程度也在上升 川普下台了 美国优先的政策 却还在持续 作德认为 当中国的人均水平 也赶上美国时 这将意味着 美国霸权的终结 中国世纪的开启 文章指出 这将牵扯到许多 高度政治化 伦理化的问题 其中包括 中国的相对贫困 是否是21世纪 西方安全架构的 前提条件 文章认为 白宫给出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 西方是否可以 是否能够 持久的拒绝 普通中国人 享有西方民众 应享有的生活水平 德国资深则质疑 西方的这种想法 在道义上 是否行得通 事实上 美国政府多年的 美国优先政策 已经引发其 国内及国际社会不满 美国外交政策 网站5月份 发文抨击拜登 拜登版的 美国优先政策 正在给全世界 散播痛苦 坦一拜登的 经济刺激政策 正在伤害全世界 使贫困人口 成最大的受害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曾批评指出 美国伙伴和盟友 在内的世界各国 普遍认为 当今美国根本没有 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 美国打的 美国优先的旗号 大搞单边主义 和霸凌行径 退群毁约成瘾 动辄制裁威胁 美国已经将自己 支撑于国际公理 和道义的对立面 成为国际社会的 孤家寡人 在今年新冠肺炎 全球肆虐 各国紧缺疫苗之际 美国大搞优先主义 被爆出 仓库中囤积上亿剂疫苗 而同期 不少国家 甚至还未接收到 一支疫苗 据悉在当时 占全球总人口 4%的美国 却抢购了全球疫苗 总量四分之一的疫苗 约26亿剂 一度引发各界震惊和愤慨 对于美国一直以来的优越 赶中国外交部部长 王毅曾表态指出 近几年美国打的 美国优先的旗号 在单面主义道路上 越走越远 一再被其自身的 国际承诺和国际义务 严重冲击国际法和国际秩序 所以说各位 大家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 普通的中国人 享受的和欧美人 一样的生活水准 这个将是让他们非常不满的 他们极尽所能 想要扼杀中国 想要让中国永远穷下去 永远当他的打工仔 我们环境不能治理 环境要很糟糕 要多得癌症 要多生病 这样可以购买 美国的一些西方的西药 努力去吃药 环境很糟糕 很烂 很脏 很臭 那么他们呢 把这些影片拍下来 像通过BBC啊 CNN这样的 在西方播放 然后呢 把中国人呢 这种困苦 当作取笑的对象 当作嘲讽的对象 来满足自己内心的一种优越感 一种虚无缥缈的优越感 对不对 所以说各位 你想想看 我们中国要不要搞这么强大的武装力量 要不要研发出不同型号的东风洲际导弹 要不要扩展这个核弹头 要不要大造这些潜水艇 要不要打造航母 075 055 水面舰艇 我们必须得这么做 我们不这么做 他们迟早就是会再次把我们给瓜分掉的 只有我们保持强大的军力 坚定的意志 和一切回归中华民族本身 把我们古老的光辉 把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民族 世界最古老民族的优势拿出来 我们才能什么 繁衍生气下去 否则的话 你一旦衰弱 你一旦出现问题 出现危机 他们都像这个非洲草原上的这个猎狗一样的 来把你啃尸掉 你就算是一只狮子 你不时刻提防他们 他们就要来掏你的缸 就要来什么 把你给吃掉 所以说各位 这个世界 老兵总是相信 像那个小说三体里写的那样 这个世界他妈的其实就是黑暗森林法则 要么你他妈灭掉我 要么我灭掉你 不存在所谓的 所谓的谁这个相互 礼浪啊 攻减浪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绝对都是什么 丛林法则 甚至是黑暗森林法则 漏落强食 相互毁灭 所以今天 为什么西方要打这个台湾牌啊 要死打这张台湾牌 包括你看没有 这两天拜登还没有拍板 决定要不要让这个台湾驻美机构 更名为台湾驻美机构 欧盟这两天也在出台这个政策 也要有自己印太战略啊 也要这个扶持台湾 在那大议员又跑出来说 在联合国中国不能代表台湾 对吧 所以说这样做目的就是为了牵制你这个民族的发展 牵制你这个民族的崛起 我说过世界资源是有限的 他们他妈日子不好过了 咱们日子就好过 咱们日子不好过了 他们日子就好过 这就是一个均衡定理 所以说各位 向南波湾傀儡政权 向这么一群人 在拖累的中华民族 所以说我们啊 今天我们喊武统 不是说在这里快活什么的 而是真的希望拔除这一颗漏瘤 这个毒瘤 这里割掉 这颗毒瘤你不割掉 迟早会癌细胞扩散 所以必须要把它给割掉 这群人 他们是一群什么 逆向民族主义者 是一群精神的洋伪者 是一群跪在地上 屁股撅得老高的 三角库推掉一半的 是这么一群人 一群奴隶 一群下贱的 一群贵族 一群舔狗 所以说这个问题 我们要趁早解决 趁早要快速解决掉 要彻底把他们给打掉 撵碎他们 否则的话 中华民族所谓的这个崛起 那也是遥遥无期的 对吧 当年苏联 你不要看GDP 苏联当年达到美国的89%呢 是不是 到最后什么 由于这个思想松懈了 顷客之间 问题各种聚焦起来 土崩瓦解了 很快的 所以说我们也一样 是吧 没有长盛将军 美国他们西方也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到今天 所作所为 正在消耗他自己 所以我们要什么 趁着别人病就要他命 要步步紧逼 要不停地给他施加压力 给日本这种国家也是 要不停地给他施加压力 让朝鲜的导弹 狂射 是不是 在水底里面狂射 我们潜艇开到他家门口 再调一道 我们要什么 撞击他 要给他颜色看 我们要 055要开到美国去 是吧 我们的所有094 都要进入到攻击状态 用这样的一种 极限 对他们施压 使劲地干他们 他们就怕 我跟各位讲 从民间来来讲 也是的 原来我们在法国外 外星平常那些 那些鬼佬 我跟你说 在海外生活久得 最烦鬼佬 最不想跟他们交朋友 看到他们就心烦 就给我离得远远的 离得远远远的 我念中国人跟中国人玩 可能老乡见老乡 背后插一刀 但是也比跟他们在一起 有意思 是吧 就是这个原因 这些家伙都是怂诞 他平时 他跟你牛逼的要死 你真的揍他了 打他了 你要叫他下死手了 一个个都怕的要死 胆子小的要命 所以说各位 今天我们同西方斗争 同这些 比特伯格局部斗争 他们啊 我说过 你一定要记住一点 他们是贪生怕死的 他们只想享受 只想统治 只想世袭治 子孙后代传习下去 咱们就是要给他顶到上面去 不停的去 给他们颜色看 不停的恐吓他们 吓唬他们 这样让他们慌乱 我们就能得到更多 对吧 用他们就给犹太人 洛克菲勒一句话 对吧 可口的点心不是那么多 人人都要贪心 我贪心 我骄傲 是不是 你不贪 就被别的什么 贪去了 所以今天我们中国 我们要过上 比澳大利亚人 还有好的日子 我们就要过上 跟美国 那些 这个中产 一样的这种生活 我们要建立一个 椭圆形社会 我们用的更多 你们就没有 我们就是什么 就是要占据更多 拥有更多 是吧 我看老兵就用什么 就用他们犹太人的 这种想法 咱们也来这样子做事情 是不是 你没得吃 我对我吃 就这样 所以今天各位 你看到没有 说到最后 政治是人玩的 人他妈是族群 是种族 这个世界说归根究竟 还是物种的生存权 物种的生存权 当然 如果人类社会 必须要经过这么一个 博弈的一个时期 到最后 要么是外太空 小星星 撞击地球 他妈完蛋 要么他妈被黑洞 他妈吞噬掉 要么就是什么 当人超脱出这一种 界限的时候 为这个维度的时候 就进入到更高的这个维度 共同组建能力联盟 探索宇宙 当然这个是后话了 在本世纪 2053年之前 将一直都会是争斗下去 所以我也一直跟各位讲 2053年之前 这个世界的局势是很动荡的 你呀 多存点钱吧 真的 我还是那句话 我人生到现在 我看到现在 做投资的都他妈的逼的 亏的不得了 反而相反 存点钱的日子还是什么 还过得很不错 尤其是这个新冠这个时候 这个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好 对吧 社会 工作梗位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女的在下海 这是一个很现实 全球镜的普遍一个问题 男的呢 打零工去了 跑那个出租车去了 现在你知道吧 在我们上海 在我们上海 你去打那个专车 都是2.0T以上的这种车子 很多他就是老板 他都在跑滴滴 这就是这个时代 真实的一个面貌 所以说各位 你能扛过去这个时代吗 你能度过这个时代吗 这个是需要勇气的 所以说结合到刚才这个德国之声这篇文章 我们要做的事情还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我们能改进的地方也有很多 我们不能骄傲自满 我们要奋力向人前 现在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还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了 怎么去实现 是我们每个人的职责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编 老编来哦 喜欢的 点赞订阅 谢谢 谢谢